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 专家分析 人物聚焦 黄光琴 POP抢先报 欢迎回到POP Radio POP抢先报节目的现场 我们第二个小时 我们进行今天有故事 不过我们今天录音节 已经化身为英雄谷了 我们今天邀请的是林玉杰 来说林玉杰的故事 玉杰你好 哈喽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接触林玉杰的经验 因为我们跑政治新闻 我们碰到这种台湾英雄 台湾奇迹之类的 台湾之光 其实说实在有点紧张 但是我做足了功课 其实玉杰有很多称号 加在你头上 我们讲最近一个 因为世大运 火炬手 火炬手 你产体圣火 先跟我们来聊聊 这次世大运 为什么这么振奋国人呢 其实我觉得在四五年前 事实上所有的台湾体育界的 这个教练 他们已经接受到指令要好好的拼这一场 所以他们其实真的是抛家弃子 然后随着就是努力就是帮选手 然后培训训练等等 那我觉得是教练跟整个选手 其实撑起一片天 其实先前朱木炎 他也是传逆圣火 他跑进我们录音间 今天是领英杰 马上陈世鑫会结榜 是吗 但是你们的故事 当然情节是完全不同的 你们的体育项目 或者说你们所从事挑战的项目 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人生故事也大大不同 一姐我还是照本宣科 我来讲一下你的战功 02年第17届撒哈拉沙漠 林一姐就跟等于撒哈拉沙漠了 就是说提到你故事 不得不提撒哈拉沙漠 七天六夜横跃赛 那时候你第12名 结果03年就是第一届中国大戈壁 大戈壁 七天六夜抄马第三名 04年亚马逊丛林了 七天六夜第二名 然后05年 埃及撒哈拉操马第二名 我们顺便如果有任何的 小错误我们可以更正这个 了解 危机百科 好 接下来06年 四大吉地操马巡回赛总冠金 这个头衔是相当重要的 那林一姐徒步横跃 撒哈拉大沙漠 这个是在我们地理课本 我们才看得到 结果一个人跑去横跃了 越然直上 你看完全是穿越了一个真实的状况 人定胜天 超越了这个人的极限了 那06年有个特殊的荣誉是 陈勉勉总统当时候颁给 这个一节是四等警星勋章 他还做过国家的形象代言人 这个显然 08年有个非常轰动的 一个也是一个战径之一 就是因为当时候纪录片导演 杨历州是随行的 所以你们进行北极大挑战 哇这个在媒体的露出度相当高 以21天时间完成了 650公里的路程 抵达了北极 然后中华民国建国百年周年筹委 2011年这就是另外一个 拥抱思路活动 那你帅一队拥抱思路 然后最后中战是抵达中国的西安 2012年 这个做过林一杰做过五几职国策顾问 现在应该没有了吧 现在没有 对 好 13年是中国大陆与蒙古边界贝尔湖出发 从这个地方出发 横渡 戈壁大沙漠最后抵达 又是我们小时候地理课本的 中国家喻关 全程是3500公里 35天完成 好 一杰来讲讲看 里面的极限挑战 你认为哪一次是 是不是大家常提到了 111天的那一次 让你感觉是倍感吃力的 对 因为那时候第一次嘛 2006年 去做这个所谓这么长的 distance的一个 这个 这个跑步 真的是比较痛苦 因为没有经验 对 那但是那一次没有经验 比较难的就是比较lony 因为一个人在 整个国际的组织里头嘛 那 不是说不合 不融入 就是说因为 毕竟还是有东西文化的差异 这样子 那个lony你特别提出 那个包围你 很强烈 寂寞 非常寂寞 怎么样讲 因为你 因为我们的母语是 是 是 这个 是讲中文嘛 是 对 那 他们都是讲英文 讲法语 那不是说 你无法跟他合不通 就是说 因为你跑这种 这么长的距离 其实你的心情 其实是很起伏的 那你要 很有效去控制 这个心情的起伏 这样子 那 沟通是很重要的事情 可是有时候 你在跟老外在沟通 很内心深处的东西 其实无法沟通 无法沟通 因为文化不同啊 所以说 就很难 就是会去 把寂寞这件事情 给排解掉 不能说心事的 对 唯一的方式 就是听音乐 写日记 对 听什么音乐 我当时 哦 那是带蛮多的 当然还是要听我们 周杰伦的音乐啊 对不对 周杰伦 周杰伦 对 所以就 因为这些音乐 可以回想起你很多 过去的故事嘛 那就用这种方式 来去面对寂寞 那还有气候 气候当然是 最高温是多少 50几 4 50度啊 4 50度 其实 如果 吹一下还是可以的 我应该这么讲 就是说 他有时候 热是真的是蛮热 蛮可怕 你只要皮肤跟皮肤 粘在一起的地方 那水是自然 那个汗 自然流出来的 嗯 50度高温 要跑 111天 哦 然后穿越7500公里 是沙哈拉沙漠 对 地造了人类 新的记录 是 靠什么 除了刚刚讲到 就是说 天后 还有你要克服孤疾之外 先前一定做了 很多准备工作 呃 因为我是一步一步 跑起来 所以说去 去做这个 这么长距离 事实上也是 因为以前有一些功夫啦 嗯 也就是底子好嘛 所以底子好去 去面对这件事情 当然也是 不容易 因为当时第一次 去做的事情 这样子 那老实讲 也没有人做过 所以你没有先例可循 嗯 那你也不知道 那终点在哪里 那你这个命题 有人不会为自己 命这个题 你当时为什么决定 为自己命这个题 这个是老爱找我的 老爱找你 对 老爱找我 对 所以说 我这些外国朋友找我之后 我才 我就去嘛 因为 你有衡量吗 衡量自己可不可以达到 没有衡量 没有衡量 就傻傻的 就冲过去了 对 因为我还是一样 就是你要大胆假设嘛 对不对 但是要小心的去跑 这样子 但是说真的就是 蛮幸运的啦 我们有一个很强的后勤团队 所以跑步跑者不是重点 重点是那个整个后勤的团队 你如何去衔接上来 他可以管吃喝 吃了 他最几乎都是靠这些后勤 包括就是当地的政治的沟通啊 甚至一些困难的问题 其实如果没有大家那个团队 所以如果没有信任 或者是绑在一起的话 事实上很难完成 有没有中途 在你的心理建设 其实很强大的情况之下 还是面对这样的一个 超难度的挑战 中间是不是有谋生过 我可能走不下去 我中间可能要终止的念头 我其实是不想终止 可是那时候事实上 跑者三个人是有一点冲突 那冲突 当然我 因为我们是 儒家思想教育嘛 对不对 那个固有文化是这样子嘛 跟老外其实是不太一样 老外是有问题 他是很 很直接 单刀直入 对对 甚至吵 你会认为他在吵架 可是他可能在跟争辩 对对对对对 而且老外是很一般一言的 那我们大概就是会比较 就闷在心里不讲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事实上有一些冲突 那我是有点就是 反而是这个 反而是这个事情 但不是身体上的 是心理上的感受 那后来这也是要挑战啊 这也是一个活动 所以说Lonely 对Lonely 所以说Lonely 所以说 但那时候还是没有选择离开啊 还是撑下去啊 怎样有没有哭 报导说有哭 对对对 那个时候第一次啊 其实我比那么多比赛 我只有在那一次 我从来不掉眼泪了 怎么个哭法 你看我看这条很仔细 就这场哭 那一个 那一个的掉眼泪 原因是很多 很复杂 第一次 我觉得是第一次 然后又这么的Lonely 这样子 对然后 再加上我们其实整个组织 混音团队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故事啊 尤其是当地的 这些原住民的团队 那跟他们聊天 他们那种真性情的感觉 他们的这种 我个人觉得真的是 离开他们很舍不得 因为这种 跟我们一起拼了一百多天 可是我们回来是到 我们的 可爱的 美丽的 科技的 人情味丰富的宝岛 可是他们回去之后 其实事实上 好像没有回 就是 他们后来又发生了 食物危机啊 水的危机啊 甚至 判 就是 内战啊 等等 事实上他们是很辛苦的 嗯 对 会不会想把某一个伙伴带回来 有这个动能念 我有时候看有一些机密 我会啊 我当然会希望邀请他们来 可是不可能来 不可能 没有签证 嗯 进不来 这个人生产生一个交集 可是会奔向世界的两头 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完全 对完全 你讲的就是 奔向世界的两头嘛 对啊 所以我说 就是那种感伤会出现 因为毕竟 你是一个真的很有故事的人 嗯 我们一个人 如果单讲有一次这样的一个经验呢 或者比这个还微微小型的一个经验 哇 那可能一生都津津乐道 是 嗯 光是我听 我听你讲 你跟伙伴们这样的不同 对 这个真的压在心里 可能带着故事走的话 这个 是啊 会回想起来 吼 掉出来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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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我们要很很珍惜 我们现在有的环境 嗯 因为是你没有去到那环境 其实你无法理解 嗯 那个内战是多可怕 嗯 对啊 所以这一趟 111天 又缔造了自己一个家计 然后超越自己的 那时候留下什么 当然你身体 一定会有伤 有伤势吗 伤一定会有啦 当运动员 不会有人没有伤的啦 是 对对对 那我觉得留下是很多满满的回忆跟 我觉得是反省 嗯 OK 那那当然人非胜人嘛 对不对 那问题是 我觉得善良的心是很重要 是 对 这个是 诶 这个要听哦 这沉淀下来了 对 呃 林姊恰这个结论 一定是那颗善良的心 让他应付 而且度过非常多的难关 他得到这个结论 我们休息一下 林姊恰还有非常多的故事 呃 就我来讲 两个 当一个人他 到一个极限 然后他的眼泪是奔出来的时候 那个人生就是非常精彩 第二个 我们常讲说 活够了的人 就像林姊恰这种人 好 我们休息一下这段广告 我们再从头 回到林姊恰 这个从出生长大的那个点 你会觉得这个人 诶 是值得 我们来听听的哦 我们休息一下 马回来 炮抢先报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有故事 邀请的是林姊杰来说 林姊杰的故事哦 姊杰 你的个子不高 嗯 嗯 是像爸爸 你认为是有遗传的吗 跟妈妈啦 我妈妈小啊 哦 妈妈小 对 那这个让你小时候 你那么喜欢跑 你会不会觉得 造成了你一个压顶的一个障碍 有啊 就跑过头啊 跑过头 对 跑跑跑 你很喜欢跑 对 从小就好 所以才会长不高啊 嗯 是 你认为说是 跑太多了 跑太多了 我以前太疯狂了 脚底板会刺激 不是会跑 越跑越高吗 没有 我以前因为我们要 要伸展 嗯 对不对 要 因为你伸展幅度 柔软度越好 你的速度会 嗯 会越越好 越好 对对对 那你就去押筋啊 干嘛 所以你看体操线也不高啊 那你那是猛灌牛奶啊 是不是 那时候没有 家里没有那么 对对对 不懂啊 嗯 对对对 这个这个父母亲 因为我父母亲都七几岁 嗯 你讲那个年代的人 怎么会知道说 小孩子需要到 嗯 什么样子的照顾 对 什么样子的营养 没错 不太可能 一杰是 65年次的 我65 我也是65 刚刚跟他开玩笑 我是一权六 对对对 哈哈 你一点也不客气 我们两个65 他民国65 我是1965年 对 大他11岁 其实一杰 在五六岁的时候 你就有能量 就喜欢跑 嗯 其实我引用的是一篇 真的对林杰报道是非常具细迷意的 非常好的一篇报道 哦 中国时报的前记者 曾文奇 曾文奇 后来你身上国小就主动加入田径队 对 有一个人生的转折 就是跟父亲开始有一个意见不合 意见不合 就是你听说那时候是北西湖南长荣 就是你一直想进西湖 那父亲他有不同的想法 最后你离家出走 对啊 我就是走自己的路啊 对然后傻傻的去这样子 然后就拿了两袋大行李 嗯 然后就跟父母亲讲说 我要去念西湖南长 嗯 然后就就去念啊 嗯 那父母亲当然就反对嘛 但是人家不一定要你啊 那时候 对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 八十每一匹 对我也不知道哪里的勇气 因为西湖南长他招收的学生 当时至少你在台湾的这些 国中的成绩都是要前几名嘛 嗯 他一定是成绩要相当 他才好训练 不然一个好一个不好 这个他怎么练 你是说运动成绩 运动成绩 因为他是田径中的 那时候你没有吗 我没有没有 你不是中学的时候就有一些参与 可是小小的 那小型的 不是这种大型的 所以说傻傻去啊 那也不过就当时那个潘瑞跟潘老师就 我觉得他也就收留我 对对对 我觉得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收留我 下次你可以采访啊 意志 意志 我搞不懂啊 你就坚定 因为我身材在当时真的是 可是学长每个都比我高大 那你都不会害怕畏惧 你为什么在强力的这个教授 在教授面前这么强力主张说选我选我 我就是要进来 对我也搞不懂 我就是想学 是 OK 然后其实我即便到现在我工作我也是一样就是锁定目标一定是全力以赴啊 你什么星座什么个性 什么血型 我是天蝎O型 天蝎O型 对 你觉得这一点是不是跟其他人比较突出一点的不一样个性上 个性上就是应该比较我觉得也比较倔强一点啊 倔强 可能跟我爸学的这样子 噴打你爸一家 对对对对 那倔强的爸爸呢 那时候多么失望啊多么生气啊 我父亲啊 父亲其实国中高中他还好 对但到大学的时候哇那真的就就比较更残忍一点的 因为大学他认为就是你也成熟了嘛 对不对 那你既然念不了大学你就去当兵回来就帮家里工作赚钱 很传统嘛 很传统对 很正常 可是我觉得我不应该只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决定我要去重考这样子 我知道后来有重考一年在补习班 对对 然后你跟父亲你提着包包走的时候 那时候你怎么敢离开 离家出走啊 你说国中的吗 国中毕业 你离家出走那一次你去西湖工商的时候 对啊 敢啊 你为什么敢呢 那时候那个年代小孩子也不太敢吧 对我蛮敢的 我就我真的做这件事情 那我就问你父亲那时候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吧 有怕你吗 他看起来我小时候打你 不会 那我国中以后他们就很早揍我了 国小会揍我 但是你不怕父子关系因为这样子 不会啊 因为那时候就很执着想要去走这条路 那因为他们不懂我也无法去解释说 我到底要干嘛 小孩子他也不想听我也不想去多多解释 那我做就对了 那父亲后来林姨姐不一样了 嗯 从他的眼神 从他的动作 从他话语 你有没有看过父亲 终于原谅你那时候的离家出走 后来他终于对你有些肯定了 那是好多年以后的事情 那应该要到二十年以后的事情 从何以见得 我大学的时候他也就没有 没有没有 support 那时候的车车呢最方便就可以达成 这种车车是最好的选择 后来你如愿以偿经过一年补习班 你的重考考到体育学院 对 体育学院 台北体育学院 台北体育学院 那父亲就看你果然还是后来走这条路还是进了大学啊 没有啊 他觉得这个不算大学 不算大学 他觉得体育系没有用 他要的是 主要是这个 对啦 因为他觉得体育是在他的眼里当时 然后就是不是很 当然希望小孩子好嘛 学体育出来 他的认为就是没有前途嘛 当时啦 现在当然不一样 所以说这个就不是他要的东西啊 对啊 而且你一生中遇到非常多贵人 潘瑞根老师资予你 这个我觉得就是 已经算是另外一种升华到另外一种感情了啦 那当然没有学员关系 可是他就把我们自己当小孩子在看 但他也不希望我们常回去找他耶 他就是当时候让你进西湖工山 对啊 而且在你那时候最困顿的时候 对 呃 开计程车或者说要重考的时候 他对你有很多帮助 那我当然啦 因为他借我钱去念补习班嘛 嗯 然后 帮你安排住宿 帮我安排住宿 然后 呃 鼓励我嘛 嗯 对啊 然后 我觉得这个是 不容易啦 嗯 所以我说 其实当老师的 其实 一句话或 一个动作 一些行为 其实会改变学生 很一辈子 嗯嗯嗯 在这个刚刚我们提到这篇 呃 先前的报道 对 其实我是稍微 看了一下 然后我拿来 借用 然后我重新再问 人生故事 不会就是这样扑派 这篇报道里面 写到一个 非常细微粗 就是 以前你有写日记的习惯 对啊 没办法搭拢耶 啊哈 从小写日记很烦的 你到现在这个习惯都还有吗 这个现在因为工作就比较难 但是我会把写日记这件事情 把它变成其他的事情来做 因为我每天的会议或者是工作忙不完 嗯 到时现在就比较少写日记了 对之前都还是固定会写 嗯 对那现在的话当然就是 如果有机会就做一些作品啊 什么的 嗯嗯嗯 呃之前电影有演 有一些前线的战士 他们在壕沟里面嗯 拿着女朋友照片嗯 然后拿了一本这个日记 或是写信的时候 对 其实一杰刚刚提到在这个沙拉大沙漠的时候 就靠着日记 写日记就是跟自己面对面的对话 对 对希望能够强化自己的内心 好 然后这样自己撑下去 我讲这个故事意思就是说 在 一杰还没有 如愿的 考上体育学院的时候 他的日记本里面常常会掉出几千块钱 嗯嗯 这他人生故事的里面的一个小的一个片段 我们休息一下这段广告 我想听到没有很多都跟我们一样 都跟我一样 我们很想再听听 林一杰他 去挑战 除了沙拉沙漠之外 像大戈壁像思路 这些地理的 我们看到这个名词 那他化为真的 而且是他肉身 去跟这个可能老天 或是跟那个极地极限 还有南北极啦 对 这都说不完 我们等一下听听看 这个细节 这个才是我们人生 我们讲说活够了 活得非常精彩 有滋有味有料 也符合我们今天 有故事的节目的种子 我们休息一下 今晚广告马上回来 OK 资讯爆炸的时代 更好更快的新闻选择 王光晴 带您抢先直击新闻现场 胖抢先爆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说的是 林一杰的故事 一杰 最让我们为之神往的 可能就是希望有一天 我们只是旅游 我们是不是可以到 你跑过的那些地方去 旅游一下就好了 可是你完全不是这样 你挑战的是 完全是 比如说金氏记录 第一个穿越沙哈拉沙漠的 然后111天 我们刚刚谈过 在50度的 4050度的高温 然后要进行长跑 那在沙漠里随时会冒着 可能会热衰竭的威胁 而且你的脚可能都是水泡 踩破了要重新再继续跑 然后沙哈拉沙漠嘛 骆驼或许可以生存 可是林一杰在那边 可能满口风沙 那还有地雷的问题 还有判斤的问题 那都不容易 不容易 因为那整个事先的情报的收集跟沟通 都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想象的 对 因为你尤其是 你说一个国家光跨县市 你都很难了 OK要做行政沟通就很难了 你要办一个活动 你要参与一个活动 跨县市都很难了 因为它的地结关系是不同的 再者就是跨国度 你因为不是跨国度而已 你是整个横跨很多地理环境 对 你光签证问题 要给你发多久 它规定就是 可能就是一个国家 可能就是有给你一个月 可能你一个月都完成不了 对不对 还是 你有碰过吗 三十天 有那种十五天 发现是只有十五天的 光是处理这个 就是一定要有人帮你 不然你还去搞这个 对 所以后勤是很重要 那你前面的情报收集跟沟通 这很难了 好 那跑过思路的感觉是如何 思路当然是我们自己发起 自己去做 所以还好我们 我当时有这一个沙哈沙漠的经验 所以我们在做事先的筹备 事实上是花了很久时间 两年 花了两年 然后还要集资 还要去募资 然后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光是自己要当校长 要当打钟 这个真的是很辛苦 每天都没什么在睡觉 可是一路会碰到风土民情 会碰到人 这是很棒的 留下什么 你跟我们讲一两个故事 比如说思路对我们来讲 其实伊朗好 我很讲伊朗 伊朗 伊朗大家很陌生 其实伊朗 我看到伊朗 我觉得它是一个底子很厚的国家 底子很厚 可是它是宗教立国 宗教治国这样 所以说宗教治国 它有它的问题存在 但是 他们的女人可能就比较 比较 我看的是比较可怜 完全没有自由 OK 那或许那是没办法 人家的 他的问题 那男生是很自由的 那当然伊斯兰教 有伊斯兰教他的 可能你不能喝酒 不能喝有酒精的 的酒 那 他们那个地方 其实要拿毒品是很容易的 对 所以说 你喝酒的行则跟吸毒 或许是一样 所以一般人 就可能会选择 不会去喝酒 但吸毒 但有四家酒 那四家酒是偷偷喝这样子 对 因为他那边有道德警察 我们的警察大概就是 我们路上 我们的台湾就警察分几种 他们还有一个叫道德警察 可能随时就是检查 你有没有 对 然后你开启电视的时候 都是在讲可燃经的东西 没有其他 我是没有看到有没有娱乐新闻 好像没有 没有看到 对对对 那你面对大戈壁呢 戈壁还好 戈壁比较没有感情 因为我已经 去了太多次 所以对我来讲 戈壁其实蛮丑的 因为他就是石头 他就立末这样子 那他有的但是他有部分是蛮漂亮的 举例来讲 就是有接近天山的地方 奇连山 你可以看得到 对对对 但是现场环境其实是很丑的 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你面对冷应该比较不能撑吧 一定 因为我们南方人嘛 对不对 台湾就南方嘛 那对于冷这件事情 确实我们会比较危险一点 最冷在哪里 最冷在北极啊 零下四十几度 对那其实你只要停下来三秒钟 没有动的话 你里头夹克里头 或者是衣服里头 撕掉忙就会结冰了 你连碰到你的身体 在内层你都可以看到结冰 所以要防护好 要防护好 不然很容易冻伤 不然你鼻子就没了 对啊 对啊 手鼻子脚都会没了 是 那跟灼伤 烧伤一样 但是还是度过了 对 那亚马逊呢 森林 哇这个就是 亚马逊是很湿的环境 所以里头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昆虫啊 这个我很怕虫 是 对 张兰我都觉得很讨厌 那里头更多莫名叫的虫啊 或者是 就是那个叫 上帝之气 或者水智 对 那些 哇 那个很 很讨厌 很失年 或者说永远走不出来的感觉 很失年 对 然后 你走到丛林里头 你真的 明明是白天怎么里头 跟黑夜一样 对 然后 很脏 里头就是 你把自己搞得很脏就对了 那这次你自找了 还是人家邀请的 我 真的自己去的 哈哈哈 是 那 有没有遇到过野兽 野兽 有啊 我们在北极有遇到北极熊啊 嗯 对啊 然后在在 在亚马逊道没有遇到野兽 有看到蛇啦 但是蛇 其实基本上这些东西都不喜欢人类啊 嗯 对啊 你都是人类 你去他的地盘 或者是 嗯 他早早听到你 他早就离开了 嗯 但是杨马逊 嗯 但是杨马逊 晚上就不能行动了 嗯 因为危险 嗯 因为这些动物都是晚上出来 早东吃 嗯 早东去吃 白天在睡觉 一姐你从美国回来两周 嗯 你是参加8月21号 就是前一阵子的 去美国去看天文奇观 对对对 呃 美国大日食 对 有看到了吗 有啊 我在现场 然后我是被受邀嘛 嗯 过去 然后 看到日全食 以前我们小时候不是 我们是日片食 对不对 他拿那个 两三层玻璃籽 然后在什么 有过有过 日片食 我不敢确定 但是日片食至少是有的 对我记得是日片食 不是日全食 这不能乱讲 这要查一下 这日全食真的是 突然 你眼前怎么明明很亮 怎么突然变暗 嗯 就黑夜的感觉 他没有到整个黑夜哦 可是那种感觉是好像 阴掉了 对阴掉 而且他阴掉 又不是真的完全阴掉 他要走动的感觉 你知道就是说 这可能是短暂的 对好像 所以没有完全是黑幕 好像什么你知道 好像是 在摄影棚内 嗯 然后你打很微的白灯 嗯 这种感觉 有有有 可以想象 对他的他的 他的每一个地方的锐角 嗯 会有很尖锐的白色出现 嗯 可是其他都是很暗的 嗯 很暗的白色 也是很特别的一个经验 很特别 像你每到一处 当然一定要写下来 哇 这个是别人没有的 对 哇 这个太厉害了 而且很难得才来一次 对 那后来 呃 科技发达了 你会拍摄 对 那除了杨立宗那一次 他们自己导演都去了 嗯 你会随行带一些 留下记录 纪念的东西 会啊 后来 记录 后来比较 有办法就是 会会拍摄 嗯 对啊 有把它拍下来 变成说像拍 每一次的记录片一样的那种 是没有啦 那时候 那时候 你想十年前 也没有人take care 跑步这些事情 那时候就 V8嘛 就有一些 还是有一些 拍摄的 可以随身的吧 还是说连这都多余 对 重 连这都多余 对对对 那时候没有经费 去做这事情 那影像总有吧 没有 影像也没留下来 就是部分照片而已 对 哦 只有照片 对 部分照片 部分照片 没有影像 嗯 那时候还没有 智慧型手机嘛 对不对 那时候 没有 你会不会觉得 有点 生错时代 不会啦 不能这样讲啦 应该 我觉得 这个每个时代 不一样嘛 嗯 对啊 那可以 竹刊给后代子孙炫耀 你说阿公 这样 哼 诶 我觉得 应该不会啦 因为 人还是一直往前看嘛 对啊 有没有还有 后续的 有人提出挑战 或说你自认为说 大概就这样子 我也不能说大概这样 因为我现在 就是 把重心 放到 就是 工作上嘛 还有生活上 所以说 我对于 挑战这件事情 就先放一边 因为毕竟 开始要有一些责任 对不对 那 因为工作之后 工作责任就更重了 没错 对对对 而且年纪也 年纪还好 我其实 我40嘛 所以说 40你觉得还好 40其实在我们这个领域算是 最好的时候 最好的时候 最好 心智成熟 所以你们对抗不只是自己的提议 不是身体问题 不是身体的问题 是心智的问题 心智的问题 太好了 太有趣了 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 林一姐已经提到过好几次 现在的林一姐 她有不同的转场 嗯 她成立了一家自己的公司 而且是品牌公司 很非常强烈的 Super Race 是非常超越性的一种比赛 其实就是符合你自己啦 对 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品牌公司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林一姐曾经夺得四大吉利超马的总冠军 她的双脚跑过南北极 也跑过全世界最大的寒带温带型的沙漠 挑战过亚马逊森林 然后冒过50度的高温 在当中跑了111天 但是也跑坏了11双鞋 而最大的挑战是 只洗了四次澡 然后111天 50度 50度的高温 只洗了四次澡 而且最后36小时 为了要超越极限 并没有合过眼 所以呢 这也是命也运也 所以一姐 你现在 这家Super Race公司 也有提供体育的像服装 最近常跑西方国家也是这样子 那我希望啦 就是说可以把台湾这么有能力的一些纺织厂的机能性的布料 然后借由我们过去很多的经验 以及我结合了一个台湾非常年轻有为的一个设计师 那在我们公司当品牌的总监 然后把它制成出来行销到全世界这样子 有实体店面吗 我们现在台湾有 那美国现在有几个正在谈 那台湾现在在台北有拓荒者帮我们做的经销 然后台中是带雨国际在帮我们做经销 那在高雄是277自转车 在帮我们做经销 你觉得哪个比较难 你说跑步跟做生意吗 对对 做生意难啊 难不难 做生意难 跑步是最快乐的时候 自由自在 一个人吃一个人饱 你到做工作 那这不是一个人吃一个人饱的问题啊 后面十几个人都有家庭 也不是只有一次 要长时间 每天啊 你每天门开了 电灯开了 就是要花钱 你自己可以控制 我要花111天 这个跑过沙拉 可是这个我要赚钱啊 这个不是你能够说做 不容易 而且台湾目前整个在零售业 市场经济层面 事实上是很弱势啊 所以说 其实 真的大家都辛苦了啊 对啊对啊 你现在获利了吗 我们其实 或计划几年 我们其实在第三年的时候 公司已经打到 孙艺两瓶了 但是因为从事品牌 这件事情 等于是把 孙艺两瓶的钱 就拿去丢入到RD啦 就是品牌 那我们刚刚收到一个讯息 我们得了一个 国际经典设计奖的一个 非常好 一个类别 那 服饰类很难得 我们也常访问很多发明者 或者说得在国际间得奖的 哇今天我们求到 就是刚得到 刚刚今天早上收到的讯息 是 那这 这不容易 不容易的 大家的参与 对 这是国际的一个设计奖 所以以后你要打造什么样的灵异节 你以为你现在做品牌了吗 我们希望会往运动的产业去投入 那也希望说可以为台湾的运动产业做出一个很好的 就好的model啦 我觉得这不容易 不容易 要重置层层 大家一起来 对 这才是 超级马拉松 我认为 人生当中这个专业 这要打一辈子 打一辈子的 一姐很多人可能想问 我帮听众朋友 我想当然就要问了 你经历过这么一些特殊的经历 你认为我们要做一个内心强大的人 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些特质 他需要要有包容心 对要有包容心 然后还是要对这世界还是要有爱 对 然后要够开朗 然后无私 这都比较正能量的 你如果是负能量 你知道自己晚上喝了酒 自己回家在家哭就好了 是 对 这个必须是 这都别人看不到的 那你比较年轻的时候有人讲说 也访问你 你就说要勇气 因为像你争得自己 对 进入西湖工商 或者说 对 很多时候要争取机会 那的确是需要勇气 扣门的时候需要勇气 那 冲动 你蛮冲动的 冲动跟勇气其实是类似 不要想太多 对不要想太多 当然 我相信每一个创业家也好 或是成功人 他只要1%的机会 他就一定会冲了 但是有一个 我们最后来谈了 我时间也快到了 你有一个哲学就是说 如果你放弃了 你就只有在旁边等着看别人 对 而这别人我再补两个字 等于是看别人成功了 对 那至于要不要放弃 你在这个曾经有一次的这个运动赛事里面 实在是不行 你后来放弃 可是这后来在你的人生中很少讲到放弃 对 所以你认为该不该放弃 要不要撑住 这个是每个人必须 要学的功课 要学的功课 怎么学 这个你如果放弃了就不要后悔 那就是继续往前走 没有人一定不会放弃 对 在于生活上 感情上 家庭也好 或者是事业 一定会有想要放弃的时候 但你真的选择放弃 就不要后悔 就往前走 因为你不用为人而活 是 对对对 好 后来林依杰的故事会推着你走 今天非常感谢林依杰接受我们的访问 接下来请收听年晚强行报告 由Danny主持的音乐123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POP抢先报 节目制作人张云珍 企划制作杨永安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音乐123